中集上册第四十二课 现在完成进行式的第二次讲解 那我们现在讲 什么时候会用到现在完成进行式 大致上都是这样 嘣咙多久了 嘣咙多久了 有人用嘣咙来问你的时候 那你要强调的是我还在持续在做 持续在学 持续在吃晚餐之类的 你就要用现在完成进行式 强调还在持续 你学英语多久了 那要怎么问 一开始多久了就是这个 嘣咙还记得五个H 五个W加一个H 有遇到这个的话大致上 我们都会把它放在第一个 所以嘣咙 嘣咙 Cow Long 怎么样 你学英语多久了 对不对 疑问句啊 那想想看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讲的完成式的公式主词 加上什么 Hel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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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什么 Bing 这个Bing出现了 都一直都忘记了 加上 有没有 这个动词 Ing 好 那这边呢 How long 是疑问句啊 所以这个助动词要放到前面来 How long 怎么样 Have you 怎么样 Been 好 动词加Ing 学习 学英语 Learning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知道吗 这样就完成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你学英语多久了 而且这边有一个意思是怎么样 现在还持续在学 持续学习中 还持续学习中 那第二句 注意点 他等公称 多久了 对不对 多久了 一样 主词是他 第三人称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第三人称 一样 How long How long 怎么样 第三人称 助动词要怎么样 M 对 He 怎么样 工等公称 再加上这个Been 你看到没 把公司套进去 Been Waiting 他等药 不是只有Wait而已 Waiting for Waiting for Waiting for the bus 问他 对 看到没 他等公车多久了 一个小时了 还在 几百公车怎么还不来 好 这个 你可以把它按针底抄下来 好 现在再把它擦掉 保持这个干净 那接下来 雨下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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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注意看 How long How long 多久了 对不对 这个 主词是谁 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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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是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 所以怎么样 Has 这个之后 你现在不能够直接写Rang How long has ran 这是中国话 雨呀 雨有没有 不是当地动主词吗 对不对 How long has ran 怎么样 How long has ran been rening rening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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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long has ran been rening 对哦 这边也不是加上一个词哦 How long has the ran been rening 这样是很奇怪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观念 就是说 雨啦 天气啦 风啦 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我们要用it 来代替 How long has it 怎么样 用it 这个it呢 可以用来代表什么 雨 好 雨 对不对 天气 知道吗 或者是 风 好 it 除了第三人生的那个算 雨呀 天气呀 风我们讲到这个时候 用it来代替 So how long has it been raining 好 问他 了解吗 这边是特别再讲一下 这个ran 这边呢 不会可以 不会用一个ran 是要用一个bit 用bit来代替 好 最后一个 我住在这儿十年的 好 我把这边通通擦掉 我住在这里十年了 我住在这里十年了 从这个已经看得出来 我住在这里十年了 而且还持续住在这里没有搬家 知道吗 好 I have 有没有 主词 主动词 be 这个要靠进来 怎么样 动词 living year 怎么样 for for ten years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说 我这边叫他把中国方改进一下 这边怎么样 曾经 我曾经在这里住十年 我曾经在这里住十年 诶 那表示怎么样 我已经搬家了 我没有住这里了 那就用现在完成式 那现在完成式怎么说 好 这是第一种说法 好 那我现在讲第二种说法 I have 怎么样 lived here for ten years 看到没 这个是 我没有住在这里的 我以前在这里住了十年 我曾经在这里住过十年 上面这一句呢 是我住在这里已经十年了 而且我还住在这里没有搬家 好 那这个呢 我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两句抄进去 这样子呢 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意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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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